大家好,今天我们聊聊古埃及的神话 因为上期视频的关系,我想把古埃及神话用另一种方式去打开一下 毕竟那个至今还让古埃及学家费解的生命之福 在我个人这里算是有了一个可以联想的对象 所以我们就暂且认定这个生命之福 以及拿着生命之福的神就是从飞行器里面出来的 古埃及神话和许多其他地方的神话一样都是从最初的一片混沌中开始的 话说,在古老埃及的一片混沌之中,天地还没有分开 但是却有着一片海,后人就叫它努恩之海 代表着原初之水,神圣之水 有一天这个努恩之海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蛋 一个人从这个蛋里面破壳而出 这个人就是古埃及神话当中的初代创世神拉神 那茫茫混沌之中只有拉神自己或许让他觉得很寂寞 于是他用一种不可描述的方法就弄出了一些液体 然后吃了下去 那么居然就神奇的弄出了两个孩子 而且是两兄妹 这两兄妹就是古埃及的风神叔和语神泰弗努特 也有人称他们为空气之神和湿气女神 那他们就算是二代神 这两兄妹单生后没多久就和拉神走散了 他们俩就开始整天没羞没臊的做游戏 那没多久就弄出了一对神三代也是兄妹俩 分别是大地男神盖布和天空女神鲁特 那么第三代神的兄妹俩或许也是继承了二代神的喜好 慢慢的过成了两口子 整日腻在一起 那么天上的星星都是他们腻呼出来的 同时也生下了第四代的神 这次是两对兄妹四个人 分别是冥王奥西里斯 生育女神伊西斯 战争和沙漠之神赛特 丧葬和庇护女神奈弗蒂斯 那么到了这里就已经有四代人九个神了 这九个神就是古埃及神话体系的九柱神 那么说到这里先暂停我们展开一下 拉神是从混沌中的努恩之海出现 是从一个蛋里面出来的 那么说来也巧啊 中国神话之中出现在混沌之中的 是盘古 而盘古也是从一枚龙蛋中诞生的 而在印度神话当中的创世神凡天 也是从漂浮在海里的金卵中诞生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这些神话只是神话的话 那么雷同到这种程度的情节 也未免太巧了点了 而除了蛋这个元素之外 大量的神话当中都有混沌分开的这个场景 比如圣经里面就有天地分开的描述 再比如波斯神话当中 阿呼拉也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 还有巴比伦人的创世神话里也记载的 在上天飞天在下地飞地这样的话 还说众神在一片混沌的水中诞生 这些完全是属于不同地区 有着不同文化的神话传说 但是他们是不是太过雷同了一些呢 所以我觉得地球上可能真的有一个混沌的时期 那什么现象最可能是地球上的混沌呢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大雾 但是它又不应该是水雾 水雾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 所以我猜那应该是沉雾 应该是有大型的陨石撞击的地球 巨量的烟尘飞起 随着地球的自转蔓延到每个角落 这就会导致全球都处于一种混沌之中 那么如果放任它不管 这个状态可能会持续几千上万年都有可能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可能也就会像恐龙一样面临灭绝 而在这个情况下想要拯救地球上的生物 只要把这个混沌的物给治理掉就可以了 地球上的生物自己肯定是做不到的 那么我们不妨开个脑洞 假设这个时候飞行器来了 投下了一个蛋 也可能是好几个分布到了地球的各处 但是一个蛋里肯定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破壳而出之后 就开始治理地球上的混沌 直到它把天地分开 至于是用了什么方式 多长时间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这等同于是拯救了地球上的生灵 那为什么要拯救呢 我猜是传递文明 他们从地球的动物中选择了人类 点亮了文明的火种 所以我猜当时的地球上应该是没有文明的 你想啊 如果当时地球上已经有文明的话 那么这个文明一定会称呼这个人为救世主 因为文明是有连续记忆的 文明会记录自己的过往 更何况是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几乎所有的神话都没有叫他们救世主 而是创世神 而且许多神话的源头 都是从创世神才开始的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拉神 梵天 包括华夏的神话体系等等 几乎所有文明最先出现的历史都是神话 而这些神话呢 又是如此的雷同 所以我猜如果有这样一场混沌之灾的话 当时的地球上应该是没有文明的 包括智人在内的所有生灵 在本质上应该全是动物 所以后来的文明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历史呢 也是从那个人才开始有记录的 这样说呢 就比较合理 然后我猜测从蛋里面出来的创世神 比如拉神吧 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雌雄同体 只有雌雄同体 才可以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德国电影 电影里的外星人呢 就是雌雄同体 但是和电影不同的是 拉神的下一代就有了性别 而且没有近亲结婚的限制 我想这里可能是个特殊情况 按照我的理解 拉神应该是一个去到其他星球的宇航员 那没准呢 就是对他的身体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然后我还有一个脑洞啊 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可能是拉神 和当时的女性智人结合的后代 神话里没有提 可能只是隐瞒了他和女智人结合的这件事情 你们可以查一下限立体夏娃就可以知道 全体人类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二十万年前 非洲一名女性的身上 所以其实只要一名女性智人就足够了 那么拉神来到地球的使命 除了拯救地球上的生灵之外 也可能是想播撒文明的火种 那么通过结合的方式来改造智人 应该是他们权衡之后的最佳方式 于是呢 之后的智人才能异军突起 迅速建立了人类文明 并且立刻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 有那么多进化上的不同 很可能是因为人类被改动过 但是改动过的人类数量是很少的 拉神刚来到地球只有几个后代 所以可能是用了一些科技与狠活 也可能是当时的智人本来就可以尽情结合 所以你会看到在埃及神话里 兄妹成亲它就不是一件新鲜事 这在其他的神话里也有体现 那当改动过的人类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再把他们和现有的智人聚集在一起 进行彻底的结合 那么会形成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原来的智人 全都是被改造融合过的智人 这个过程可能会用很久 那么血统的纯度也必然会下降 降到最后会降到一个平均值上面 而这时的人类呢 行为就已经完全区别于之前的智人了 而创世神和他最初的一些后代 或许是因为血统纯正 寿命呢很长 能力也很强 所以整个过程他们一直都可以全程跟随 或者准确的说是全程管理 所以神话中必须提到他们 其实我猜他们所谓的能力啊 也很可能是借助了科技的力量 你看许多神话里的神 手中都拿着一些器物 那些器物呢就很可能是科技 它包括但不限于生命之福 不负众望的 从灵长类动物中脱颖而出的智人 迅速建立了文明 而他们的文明最具有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语言 我们的神话都是用语言流传下来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语言应该是从简单的口令 发展到一些物体的名字 然后慢慢到事物 到情绪 再到句子等等 这是正常的语言发展 但是神话不是简单的口令 它只能通过复杂的语言去描述 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像这么复杂的故事 却从一开始就流传了下来 那么人类的语言很可能不是自然发展而来的 应该是拉神带着他的九助神传授的 而所谓的神话故事 或许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所以称他为创世神也并没有什么错 毕竟人类能从动物中脱颖而出 建立文明就是他一手操控的 而世界各地的神话 也可能都是同一件事情 而我现在在想 在这段神话当中肯定是有所隐瞒的 像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是怎么消失的 创世神一定会知道 好了今天的脑洞就开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